看这几张照片 你能猜到是在哪吗 这是一个迷你的游泳池 这是一个商达房 这是一间健身房 还有这里这里和这里 先别说设施如何 就说这空间看起来不小吧 可是这里竟然是一艘潜艇 是的 在人类有史以来 照过的最大的潜艇 俄罗斯的台风级核潜艇里面 这绝对刷新了 我对于潜艇空间狭窄的固有印象 可是它为什么要这么大呢 你看同为第四代战略核潜艇的 美国俄亥俄级排水量 只有它的一半还不到 难道这一切就是为了 给舰上的160名官兵 流出能够游泳的舒适空间吗 当然不是 或者说这不是主要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为了带购火力 它需要跟俄亥俄 带着的24根三叉级相抗衡 所以就必须要装满 20根R39巡鱼才行 可是当时的苏联 没有那么好的固体燃料发动机 为了让巡鱼达到 甚至超过三叉级的射程 他们唯一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增加导弹的尺寸了 你看这张对比图 就能知道两者差多少了 苏联的工程师 那是真没办法 一个船体是肯定装不下的 那就用双船体吧 把20根导弹发射筒 正好夹在两个奈牙壳中间 既解决了火力的问题 也顺带为船员们 创造出了一个舒适的空间 事实证明 这也很重要 因为这艘潜艇 随便一个定期巡逻 就会长达三个月 待在水下的时间 也可以比他的美国对手 要长三分之一 没有一个较大的空间 是难以缓解船员们的 情绪和胃口的 当然 除了以上两项以外 他的大还有这几个原因 他需要靠长时间 在冰下运行 来隐藏自己 不那么先进的 减造技术 因此就得有个 足够坚固的船身 好随时打破 数米厚的冰层 浮出水面 他需要为自己储备 足够大的福利 一边在潜水中航行 你看当他完全浮出水面 是几乎能够把一半的船身 漏在外面了 这无疑增加了 他的港口适应性 他同时也需要强大的 深水生存能力 和水下机动能力 能够扛住两倍于 俄亥俄机的水压 能够以28节的速度 在首尾两副水翼的配合下 优雅的躲避鱼雷 所以就这么个矛盾综合体 他能够小得了吗